2016年9月16号,年仅28岁的乔任良在上海意外死亡,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,整个娱乐圈为之惋惜。 乔任良在人们心中一直是一个阳光帅气又多才多艺的男孩子,他的突然离世让喜爱他的粉丝们痛苦不已。 如今乔任良去世已有一年,无数网友仍非常怀念他。 9月16号凌晨,陈乔恩发了一张图片悼念挚友乔任良,没有配文,只附上一个天使的表情。 图片里阳光透过云层把整片云海变成了一个粉红色的世界,给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。 因为乔任良生前最爱粉红色,因此陈乔恩希望乔任良能变成天使,在粉红色的天堂里继续快乐地生活着,寄托的是他对挚友的无尽祝福。 评论区里的网友留言表示,就知道陈乔恩会发微博,粉丝觉得乔任良一定会喜欢陈乔恩发的这张图片。 陈乔恩和乔任良是多年的好友了,每年陈乔恩的生日当天,乔任良都会第一个送去自己的祝福。 本以为这段友情会随着所有人的成熟长大而变得越来越浓厚,可意外就是这么突然,让人挫不及防。 乔任良是陈乔恩赴内地发展演艺事业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,他们组成双巧组合,互帮互助,在演艺圈中共同成长,进步。 乔任良也曾毫不介意地表示自己和陈乔恩的关系最好,凡是陈乔恩有什么表演或活动,乔任良都会去捧场。 每当遇到陈乔恩生日或者特殊的节日,乔任良总会为他准备好贴心的礼物。 今年陈乔恩过38岁生日,很多人不知道乔任良去年就已经准备好了今年的生日礼物,只不过他不能将礼物亲手送给陈乔恩了。 这个细节让网友们十分感动,无论时空怎样变化,他们都是彼此生命中不可替代的挚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